大家好 又是我知 師傅 今天我們又來到三羅三分鐘 又在這裏講三分鐘的東西 今天想講的就是 很多人都問的問題就是 學法是不是一定要發壇在家裏呢 學法是不是一定要起壇呢 因為很多人這個串金尺套的社會 就是沒有位 那你就會問些什麼 什麼要起壇呢 不起壇就不能作法 老實說一句 很簡單老實說一句就是 要有壇才會厲害 沒有壇就不等於作不到法 有壇就有很多好處 有電腦可以上網 可以找到很多資料等等 那是用你的位子的了 那又怎樣呢 那你想要有這些好東西 那就要犧牲一下 那沒有壇又怎樣作法呢 沒有壇呢 我們就修煉我們的自身為壇 我們的身體本身就是壇 我們的發心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心壇 也都叫做隱仙壇 那這個身體內在的壇呢 就是透過利用心咒等等 就可以跟神明去溝通 然後也可以作法 也可以做施符等等 都可以 就不是不行 但問題就好像 外面下雨 那我去摺水 用雙手摺水 就是這個心壇 就是有限度 那如果說用壇 即是後面壇 這樣的壇 去做法呢 就好像外面下雨 那我說有個廚房 有個雪櫃 或者有整個水庫 可以裝的東西 是不是多很多呢 很簡單而已 就好像 那些人學藝術畫畫 那你都可以說 我沒有位置 只有一張小桌子 桌子都沒有 可能 那我只是拿著筆記本 在那裏做素描 那我會學不學到畫畫 那慢一點 沒那麼過癮 別人那些有張大桌 接著有位置 插上了些靚筆 在那裏學的 那別人有好的器材 好的地方 那你會 可以得到的 那種效果 那種成果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不是 所以 其實很容易說 有壇就當然好 沒有壇 都一樣可以修煉 那兩樣都可以的 那看看你個人的情況如何 那現在 你現在沒有這個位 或者沒有這個金錢 那可以儲錢 或者等待遲些有位 的時候再開 但是中間 你也可以做很多的法術 去幫助你 那譬如說 每日 每日都可以使用法術 那譬如說 你上班有小癮 那我看過一些弟子 就是這樣 上班有小癮 那他就用心袖 通靈做師爺 就是求救 這樣 希望小癮速退 這樣 一個禮拜之後 那個人被人解僱了 哈哈 有很多這類的事情發生的 那 所以呢 這些法術的事情 就很神奇 那 由等待你自己 在這裏入門過教之後 去發掘了 我們講到這裏 就這樣 那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 comment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bye